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来介绍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F分配的性质 我们先把F分配的定义先列给各位同学看一下 两个卡方分配除以它的各自的自由度 这个就叫做F分配 那么几率密度函数我们在之前 我们证明给各位同学看了 这个看起来非常的复杂 但是事实上来说 这个也是推导的非常的久 那么我们用几分钟就把它推导出来 其实是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那么我们介绍这个F分配的几率密度函数的图 它这个图基本上来说它是一个右偏的函数 那么它具有两个自由度 那各位同学要知道 那么这是我们的几率密度函数 我们再列出来给各位同学看 这个地方F就指的是这里的F 这边就是X的意思 这是X的意思 那么这个在右边的几率 我们将它积分出来的结果到无限大 这个就是所谓的alpha值 这是我们常常用到的 显著水准里面常常用到 那么我们需要去查这个F值 那么它具有两个自由度 各位同学要特别注意 我们换了一个new1 new2 那么这个图形就会变得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都是右偏的 我们现在介绍的是很重要的一些性质 因为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常常会用到 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自由度 第二个自由度 我们如果颠倒自由度的话呢 刚好再倒数 这两个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地方我来证明给各位同学看 就很简单 这个是上面的 那么这是下面的 所以我们把它这样写 那么这个地方也可以把它在翻跟斗放到底下去 这就变成了上面是一 底下的话呢 顶上就会变成了楼下的楼下 那么各位同学看 那么这边就是变成了自由度 new2在前面 new1在后面 所以这样的结果 各位同学你要知道 以后只要是这两个自由度一对调 那么我们就再对调 再倒数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性质 现在我们介绍第二个性质 这个性质就是非常的常用 而且实用 怎么说呢 各位同学看 这个地方啊 new1new2大于fα new1new1new2 各位同学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块面积是多少 这是α 这个几率是α 好我继继续往下做 那么我们来看 如果说这一块呢 这是α 那么整体来说 α之外的左边 这就叫做1-α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小于它的部分 那么现在我们来做一个 就是耍一个花样 怎么讲呢 我们把它颠倒一下 做个倒数 倒数 这个两个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么前面我们用到的 这边照抄 仍然是1-α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现在我们再做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解释 如果我们把它颠倒过来 沉过去 沉过来 交叉相成 因为都是正的 所以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把它颠倒了以后 那这边就是颠倒的 这个结果仍然是1-α 如果各位同学觉得 没有问题的话呢 请看右边 右边的这一部分 这边是 我们全部一律用 2-1 2-1的方式去做 大于这一块 1-α 1-α在这边 这个位置落点在这边 在这个地右方的话来说 这边也是α 所以这边是1-α 没有问题 好 我们看这个算式 这个算式 我们发现了什么 这一样 1-α 1-α一样 这个2-1 一样 现在就是这个 各位同学看 这两个箭头的部分 这两个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于是我们 各位同学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1-α Nu2-Nu1 颠倒一下 这个是颠倒了以后 等于 原来的 怎么做 没有颠倒 分之一 这地方要注意 这里是0.05 这边就是0.95 那么这个 是在我们的计算上来说 是非常常用的 那么 一般的课本的话呢 都是直接这样教我们怎么算 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原因 那么 同学知道了以后 应该会记得比较清楚 我们学会了 F分配的性质 那么我要教各位同学 怎么样去查表 为什么要需要去查表呢 像这样的表 这很重要 因为我们在双微减定的时候 常常会用到 要去查表 那么 我们告诉各位同学 0.05 这个可以查 0.95 这个没办法查 要自己算 那么我们先来做这个题目 0.05 右边的这个地方 都没问题 自由度 58 那么我们把它叫出来 58 在这里 我们画一条线 3.69 这个3.69的值 就是这个 Fα的值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下去 那么现在我们在做 假设减定的时候 经常还需要的是 0.95的这个值 尤其是双微减定的时候 会需要 那自由度一样 那怎么办呢 那么可以告诉各位同学 没有这样的表 那么我们的做法 要怎么做 转换 把它换过来 没有0.95 有0.05 但是注意的是什么呢 要分之一 然后这个地方 要做一个 对调 所以这里是 85 现在我们要查 85 这个表 同样的表 找85的位置 8 在这边 5 4.82 但是各位同学 不要写4.82 要写4.82分之一 那么计算 用计算机算一下 1除以4.82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步骤 是非常重要的步骤 F分配跟T分配 中间也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很微妙的关系 那么我们把它写下来 让各位同学了解 F分配是有两个自由度 T分配只有一个自由度 如果说第一个自由度 是1的时候 那么它就是T平方 自由度相同 那么怎么解释呢 解释给各位同学看 T分配 本身来说 它是由Z分配 来去做修正的 它是除以一个 KiSquare 除以一个 比上它的什么呢 自由度 那么我们来一个平方好了 平方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Z平方 那么这是KiSquare 这是Nu2 底下不要动 上面本身来说 Z平方 本身就是一个卡方分配 以1的一个自由度 Z平方 本身就是这样的结果 所以它就是F分配 所以T平方等于F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观念 我们在这个单元教了各位同学 学了什么呢 学了很多F分配的性质 因为在未来 我们两群资料的这个变异数是否有差异的话呢 我们需要的是这个叫做F分配 这个功能很重要 那么如果说是三组资料的平均数的差异的话 这个叫做变异数分析 它也需要的是F分配 那么计算上来说 我们介绍的是 因为我们主要是介绍同学观念 那么里面的观念的部分的这个证明部分 不需要强计 但是要学会怎么样去做 你们只要知道它的观念了以后 查表 那么就没有问题的话 也知道说它的定义是什么 那么学习上来说 就会比较有成效